瓦尔德内尔是乒乓球史上第一位大满贯得主,同时也是国拼六代人的对手蔡振华,江家梁晨龙探,王涛马文革,刘国梁孔令辉,庞立琴马林,王浩,正因为他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还能保持如此好的竞技状态,所以很多人就会发出一个疑问,八十年代初就出道的老瓦的技术,是否存在落后性? 几次看老瓦比赛,许多解说员都会说这样的话,老瓦的技术已经落后了,甚至直到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,蔡振华就表示他们的技术已经落后,这其中就包括老瓦,对于此类观点,我觉得大家要辩证地看待,这几年关于乒乓球技术先进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没停过,前男女队主教练刘国梁,孔令辉也经常提到, 比如去年日本选手平衍美宇在亚锦赛击败三位国篇运动员夺冠,孔令辉便说我们的技术落后于人家,而刘国梁随后则表态国篇仍然是最强的,那么,所谓技术先进与落后,到底是啥意思呢? 我们常说的,奴隶社会落后于封建社会,封建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,这叫落后,大家都听得比较深耳,比如老佛艳怒先世界列强势和其之英勇,被报告回轮后自己也觉得确实打不过,这时候要还说什么我天朝帝大物博之类的话,鬼都不信,这种落后是很明显的, 但如果我们说,汉朝落后于唐朝,唐朝落后于清朝,阿拉伯帝国落后于宁帝国,英国落后于美国,这个听起来就有些不对头了,当然,你要非这么说,也是可以的,不过得换个说法,在某某那些方面,英国落后于美国,法国落后于日本,你说完全落后,或者基本上,大体上落后,显然是不科学的,那么,让我们来看乒乓球里面的技术, 什么样对什么样,才叫落后于先进呢?首先,直拍两面对一面,显然叫先进,然后,进攻型打法对消球打法,显然叫先进,然后,两面进中远排进攻打法,以一面过度一面进攻打法要先进,为什么这些可以比较出先进与落后?还是那个老问题,什么叫先进? 我认为,先进就是让该发挥的得到最大发挥而已,奴隶社会,人的能动性都发挥不完全,玩了人多了养不起,只能抓了杀了系统之类的,到封建社会,社会发展了,剥削阶级发现可以不用杀被剥削阶级,而让他们种田去,既养活了他们,也寄生了自己,资本主义社会,市场经济发展起来,大家发现社会财富还可以通过互通有无,相互轴转来进行循环增长, 这又是一种进步,乒乓球技术也是的,直拍本来就有两面,另一面空着浪费,而且反手本来就是扶脚,学会横打了,有利于解决反手被动的问题,进攻型打法本身是主动的,它能够为自己主动创造得分机会,而销球本是被动防守,虽然有反拉,但显然是辅助手段,两面进中远台打法能够在各个角度,各个位置进行攻击,相反,一面过渡型的那一面当然,都是说法, 反手那一面,每次都要被动挨打,所以肯定不如两面的好,技术先进性并不能保证你夺冠,因为决定胜负的是实力,而不是先进性,比如我是个两面扶圈的业余轻胖球爱好者,陈龙灿是单面喝力快攻选手,但咱俩来一局,呵呵,当年清朝是封建专制国家,意大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,但谁敢说意大利能单挑清朝,但技术的先进性能为一个运动员的成功,减少许多体力和精力上的 辛苦与耗费,这也是值得肯定的,你让王立琴马林拿个冠军,不全场正手是步行逼,而你让王浩张继科上,就算到了反手不侧身也行,或许你会说正手的质量高些,但问题是人家如果能做到正手质量跟你差不多,反手比你强很多的话你怎么弄,军事上所谓的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,值得就是这个, 那么,让我们来看,1997年的老将瓦尔德内尔环抱小将萨姆索诺夫,他们的技术真的达到了落后与先进的对比吗?我认为,完全不够,正手,老瓦擅长抢攻和落点,萨姆索诺夫擅长相持,反手,老瓦虽然以过度为主,但又不是不会胡宣求,萨姆索诺夫虽然有漂亮的反手进攻,但实际上呢,他也是台内缩板,出台外进攻, 所以这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,更难能可贵的是,站位上,瓦尔德内尔明显比萨姆索诺夫好前,所以球的速度要更快,另外从球的旋转上角,老瓦打出来的球旋转的强度和差异都比萨姆索诺夫强,综合而言,结论两点,一,瓦尔德内尔和萨姆索诺夫的球本质上,是一个时代的技术,二项比较而言,瓦尔德内尔的球质量可能还要占优,我认为老瓦的球放到08年以前, 都是符合当时主流打法的,以正手为主,反手过渡,但某些方面确实落后于时代了,比如中远排相持和反手进攻性上,小球时代老瓦的反手够用,大球时代反手那板爆弹明显不行了,但这些落后是局部性的,不是整体性的,如果瓦尔德内尔的球是落后的,甚至按某些体育解说所说的,落后于柳成米,那么马林,王立琴的球是不是也是落后于柳成米的?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老瓦和马林,王立琴,本质上这三个人的风格都是一致的,正手强大,反手粉扎,进攻力太,防守不弱,只不过前两人打法主要在中进台,退台后被动,而王立琴近中远都可以,但小球不行,而这三个人一旦被对方死死压制住反手,谁都没什么好办法解决,只能挨打,找机会测身,反拉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都是很低的,那么也就是说, 就技术先进性而言,老瓦约等于马林约等于王立琴,然后按那些解说的说法,老瓦LT,柳成米,综合起来的结论就是,马林约等于王立琴约等于老瓦LT,柳成米,说马林技术比柳成米落后,那就明显太不对了吧,乒乓球技术的先进性是一个至今没有权威,统一理论的课题,而且又深受器材改革的影响, 我认为还需要深入研究,不必太急于下许多结论,这样才是严谨的讨论态度,原标题,平堂24年173,从老瓦看乒乓球技术先进性问题